昨天发了一个关于我想买4米2的这个视频之后 哇 我视频里面的私信还有评论区全部都炸开锅了 有很多兄弟给我的建议就是说他那个车 可能就是小毛病比较多不建议我买 然后但是其实我看他这辆车的时候也同时看了几辆车 就在当时我视频发完之后 也有好多好多的粉丝私信我给他们说了一下他的车也想卖 然后我在这里面又调中了一款解放的车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把把关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辆车的信息 就是在昨天的9点半的时候 这个老哥私信找到我了 他跟我说他那边有一台车是德威3.0 6档万里洋750轮胎 然后后面是条台是刚换两个月的 重点是什么看到没有 大尾板有水箱也有倒车影像 都有 关键的是还有这个气囊座椅 因为我发那个视频出来 很多人建议我买解放或者是将临的车 比较省油一点 正好他这个就是解放的 然后我们加上微信了 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车 在晚上的将近十点钟吧 我们就加上微信了 就跟他要了一下立本 然后再了解了一下车的信息 车的话就是这辆车内宽的话 也是两米四五 两米四的这个内宽的 好像是解放的这个车 这个车看起来也是很大气很帅的 然后继续跟他了解一下车跑了多少公里 然后他就发过来了 他这个车的话目前是跑了有 11万公里的样子了 油耗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油耗还是可以的 12.4个油不到13个油 然后这就是车的一个外观 后面跟他聊了一下保险的一些东西 大概情况的话就是大家看到的 然后他那边开价也是比较实在的 就是8万块钱 但是他的8万块钱的话 是不包括货跟上牌这些东西的 然后而且他的车目前只有一个交强险 是没有商业险的 最后的话我算了一下 如果到时候我把这个车买过来 如果我买一个营营保险的话 如果全部搞好七七八八的 可能要9.5万这么一个数据了 这个钱的话 说实际上还是超了我自己一点点预算的 但是就像大家给我呼吁的 说给我买 让我买的话 最好是买江陵 或者是解放的 就是他发动机是看民事2.8的 这种的话可能比较省油 其实也是有利的 然后我跟他提了一点 我说我买到4米2 我其实我有个想法的 一旦我换了4米2 我一定要跑一趟西藏 然后他给我的建议就说 如果我要跑西藏的话 建议我还是买新车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然后大家帮我把把关啊 这辆车跟昨天那辆车对比的话 哪辆车比较合适一点 昨天那个车的话是8万什么都包了 然后今天这个车8万的话 没有包到那些过户以及上牌的 兄弟们给我点建议啊 如果你是广州的牌照 正好也是有这个类型的车 要出售的话 也可以私信我 记好我的预算只有8万了 如果超过这个预算 你们就不要私信我了 因为我的能力有限了 欢迎订阅